百年招牌的杀人犯 掌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是接连过世 炉火面临熄灭的危机 当时众人并不看好 老板娘和两个女儿 三个女人家 到底能不能撑得起老招牌的重担 但是他们不服输 连女婿也临为寿命 一起卷起袖子来打拼 保留传统也与时俱进 终于挽救了老店 成为台南美味景点之一 若问起台南的虾仁饭 哪家最好 不同的店家各有拥护者 如果换个问法 哪家最老 那宋展为家里的百年招牌 应该就是答案 脆脆的 甜甜的 它的虾味比较浓 我们的调味很简单 就是糖跟酱油而已 招牌资格最老 但炉台前职人永远为了 雄亲起早 精鲜火烧虾海里来火里去 近身处理之后 溜进宋展为的大锅里 和大把青葱一起翻滚荡漾 火烧虾鲜香特浓 气味超级虾 快速如烈焰奔腾 锅里的破气或者新香海味 最大奔发 好好吃 第一次的时候就觉得满满的海味 这样吃完之后就很怀念 所以就一直想再来吃吃看 虾仁饭顾名思义 主角除了虾还有饭 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加上柴鱼高汤 和刚刚爆炒火烧虾 留下来的鲜美汤汁下去施炒 接近微煮 要让米粒吸附鲜香入味 又不能软糊烂 除了眼睛明察秋毫 注意发胀程度 也得透过手里的大勺 感受饭里的触感 米饭在锅里停留的时间 拿捏存乎一心 施炒饭沾满富裕鲜香 再铺上祸气十足的火烧虾 看得人满身蝉意 这一碗简单丰盛 从日本时代飘香至今超过百年 做小食堂的阿奏 当初利用台南近海盛产的火烧虾 结合日式丼饭的做法受到欢迎 到第二代干脆专卖这一位 虾仁饭就此成为自家招牌 第一名 第一名 说要吃虾仁饭引力来这一间 还是维持古早味啊 很好吃 因为模仿的店家不少 加上火烧虾是在地独有的新鲜地产 虾仁饭也就成了 辅城小吃的重要谱戏之一 像干粿 肉丸 虾卷 小炒店的那个炒饭炒面 大概都会用这个火烧虾 以前的话算是比较亲民的虾子 会把它用在日常的料理上面 以前啊 以前 现在很多价位都不亲民啊 每天一大早后厂厨房里 鱼港直送的火烧虾 要去头清洗 挑掉虾肠 去无存经 再进冷藏 供应一天所需 动作日复一日 招牌名声就从这小细节累积百年 工作的双手叠有更换 但认真的神情四代不变 光是宋展维就从二字头开始 一做二十年跨入了四字头 也在明茶秋毫当中 专注成了老花 很严重 看得到 没那么夸张 看得到 复杂的事情每天做就变得容易 宋展维和他的资深员工伙伴们 一边说笑也能游刃有余 就算眼睛老花也能老仙宅宅 八十岁的陈淑珍挑鲜肉有一手 年轻时就被虾缘犯的海派鲜香给收服 宋展维的成绩他最有资格打分数 百年招牌的第四代掌门人宋展维 其实是女婿的身份 二十多年前 丈人和阿公接连过世 工作炉火面临熄灭的危机 当时众人并不看好 岳母和两个女儿三个女人家 能撑起老招牌的重担 既然太太决定代父出征 替爱他的爸爸完成传承的任务 宋展维也复唱夫随 义无反顾相挺 那时在饭店厨房工作 学的是西餐和日本料理 仍在练功还没出塞 他临危受命 跟着丈母娘在厨房学挑虾肠 在炉台前预热灰汗 日夜练习 逼迫自己快速升级 所幸宋展维当学徒时 马步蹲得很扎实 加上岳母把伴子当儿子 请郎相授 几年下来宋展维的炉台功夫尽得真传 老味道没有走位 第一步算是踩得稳健 有些客人会觉得人就不一样了 所以口味就会不一样 哪怕我们已经尽量复制到 90%到95%了 他把每天剥剩的虾壳 拿给鸭农喂鸭 独作的步骤换得鸭蛋汤 更纯浓鲜美 煎成荷包蛋 比鸡蛋更有蛋香 半熟蛋黄留泄在虾仁饭上 还为鲜美和蛋汁纯香交融 让老味道伴出新乐趣 学的是餐饮科系 待过大饭店 26岁的年轻人接手老店 有新想法 老味道不能变 其他得改头换面 跟着时代走 淘汰美奈米换成瓷器餐具 提升卫生和质感 座位驱弄得舒适 让吃饭不只是舍尖享受 我觉得你可以是传统 但是旧跟脏是不一样的 以前的店都很脏 我一开始接手之后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清洁上面 炒台前改大面玻璃 上演Cooking Show的同时 也提醒自己 工作台面随时保持整齐干净 就算在炉台前 也能俐落优雅 多数的改变落实之前 其实得和老人家的观念拔河 尤其女婿的身份不比儿子 能蛮干硬干 得先说服沟通协调 从小处试试看 累积肯定再来动大条的 他也有看到成绩 他也会听到别人给他的赞美 那他就会认同人 与时俱进 任何事情一定都有牺牲 那你的牺牲是什么 身体吧 你长期吵 你的手会不舒服 解放二十年来 考验其实不少 食材工资 电租成本不断飙涨 新冠疫情期间 生意激动更是惨稀稀 但是只要看到客人 心满意足的表情 面对再多的难关挑战 宋展维都心甘情愿应答 那时候来吃的是小朋友 是读幼稚园的 然后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有的读大学 有的在工作了 有的娶太太了 所谓老的 其实都是每一天的新鲜 新活力铺展累积的 宋展维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肯定会让百年老味道 有更多的精彩滋味 替另一个百年打底调味 是 小朋友 是 在婚会中 未经许会 并且 未经许会 未经许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